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真是很难得 就是过去一想到赵老师就想到央视 今天来我们这儿 真是不得了 您就要闻到赵老师在我们行内 那是我们的老行尊 25年的新闻联播 当然罗京说也够25年了 但是赵老师15年的春晚主持人 没错 好家伙 现在是林老入武林 我听过一个说法叫国脸入武林 国脸入武林 国脸你提国脸是犯忌的 为什么犯忌呢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主持人 他恭维我说您这就是国嘴 我说国嘴还可以 因为运动员对不对 国家队的运动员 你就是对 你叫国脚 您这国脚就是老做板那儿 没上场也叫国脚 对不对 国嘴我们是央视应该也算是个国家队 你们算地方强对 我们说国脚也没什么 但是你一说国脸就说这事麻烦 你要加国字脸像我这种四方脸 国字脸 对没得说你是瓜子脸 哎呦 瓜 我太有趣了 但是你一说国脸就会有一些人就觉得 你配吗 你配吗 你凭什么 他就容易这样 咱们就应该真的好好的非常谦逊的 以一个非常低的一种姿态出现在你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可是呢 您这个退休之后啊 按说这个赵老师67岁这能说吗 67岁 其实按现在动不动就活90多岁的局势 您这算轻壮年 你现在必须这么说 如果你能活100多岁 回过头立回顾 那他是在青春时代 没错 因为人的最麻烦的 人最麻烦的一点就是说 知识而不知终 其实这是一个永远的一种 就像我们看足球人说足球的魅力 就在于90分钟没看完之前 你很难断最后的结果 人生也是一样 人生在这样一个道路上 你很难说下一步会怎么样 没错 因此就出现了很多很多什么 易经啊算命的有高的有低的 咱就不说什么盖棺论定 武林论定 这是大家伙对您的一个挺不解的问题 就是因为刚才讲嘛 虽然不是说国脸 但是确实给人大家叫国家队里的 国家队 国家队队长是吧 我们有这么一个印象 我记得啊 您看您就喜欢研究文化 好像这个 你看画家史上啊 往往有一种现象 比如这画家叫中年变法 老年变法 衰年变法 对吧 您这个算壮年 就突然间到这个娱乐节目跟吴宗宪 而且说走起这个 迈克杰克逊的这个太空步 大家有就有人就怀疑 说您这是变法呢 还是变节呢 变节 而变态了 而变态 对您自己来表白表白 我今天呢 用那么长的时间 在你们这样的一档 这个很很那个行云流水的节目当中 我我怕说的太大块了 你们随时可以打住 让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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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 您也放心 我们绝不打住 第一 我已经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了有200遍不到100 100几遍总是有的 我觉得我在在这个节目说 人家观众朋友就会说 你你还有没有点新鲜的了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第二呢 我就想到说一中天在北京电视台 跟主持人呛呛起来了 说你怎么问这问题 就是你老问这问题 对 你也要这么 我呢 我不会 这这这这不会 咱们那么熟 这不会 但是呢 我觉得在凤凰里面说这个事 第一次 我仍然把它视为第一次 我们的观众 全球观众都想知道 第一 就是说 去武林大会的 这个初衷 不是我自己想去变法 变法 往往衰年变法 什么东西 人家自己 包括齐白神老人呢 包括 李克冉的 人家这些大师级的 人家自己去变法 我这个 没有想 你说主持人 你自己想变法 你在家里变得了吗 主持人家法 不是自个儿 不是自个儿 你得人家给你这机会 现在就是武林大会 人家邀请我合作 就前言后语 咱都不说了 说这些没意思 说是人家 请咱们来的 好像咱们多牛似的 就是说现在合作了 那么这个机会 是人家给咱们的 咱们呢 这个机会没有失去 就去 去进行了 但是这个武林呢 正好是跳舞 那个舞 昨天有一个台呢 写成那个武术的舞 也有那么一个武林 也有武林 不 那个武林也可以 我小时候也学过一点 真的 少林拳 少林拳呢 少林拳 学过弹腿 学过两套 那也算武林吧 所以这个武林呢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咱们机关里头 都有一个周末舞会 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 一些领导同志 还到我们那个单位 来广播局的那个舞会里面 在那里面呢 来度过周末 那也是 今天想起来 这个跟着武林 是非常接近的 我觉得好像说 你赵忠祥 怎么跑那去了 就觉得 好像我 没有上月亮 那么奇异吧 应该是没有 这个我引用一位 据说也是退了休的吧 前中央台的某一位领导 在一个节目研讨会上 觉得 为赵老师觉得有点惋惜 说他都快七十了 什么从台上走下来 还是摇着下来的吧 说这是 大家好像就是为了看你出洋相 他有这样的一个话 您怎么看 这个话 那个是汉元兄说的 其实我跟汉元兄非常熟 他是原来我们的副台长 也是我的一个老兄 因为我们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曾经跟他住过一个宿舍 应该他跟我关系都 老铁词 老铁词都都挺好的 他怎么讲的这个背景 以及他怎么想的 我没有交换和意见 但是他还是从 心疼我这个 爱护我这个角度说的 其实就是从楼梯上走下来 是这个安排是不好的 临时安排的 我确实已经来不及了 音乐已经响起了 说咱们脚上去走下来 我其实不一定是归罪于我的老太隆忠 而是我的右脚曾经三怀骨折 我应该算一个准残疾人 就我平常在 看不出来 我平常走到看不出来 一下楼梯这不就看出来了 看着长大了 那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是非常小心翼翼的下来 如果我一跌一蹦 万一摔一根道 当然肯定会切掉 不会给它播出去 但是网上是不会切掉的 这一过就会 很沉重的打击了我 也打击了我主导的这一台节目 但就总的来讲 我觉得汉元兄的 谈话的这种内涵 和他的这种美意 我全都接受 赵先生 就通常了 一个主持人干我们这行 大家都会 不多不少都会有点形象的积累 那您的形象也是非常鲜明 过去在主持人这个行当里面 大家看您 但这个形象这个东西 有的是自己内在发展出来 有时候是外面很多条件来塑造 就像刚才我们讲主持人要变法 这个法不能这个说变就变 对不对 那我很好奇就是 像刚才那些说法 主要针对就是说 你现在去武林大会 这个形象变得太大 但是你当时 你去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还是说你会觉得 我之前那个形象 其实不完全是我自己 内在出来的形象 所以我现在去武林大会 我觉得反而是释放真我出来了 您是怎么考虑的 我没有你们考虑的 那么就是今天你们这么说 就是这个话题显得很隆重 而且就是不仅仅是已经就我个人而言了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文化层面的问题了 那就也引起我深层次的考虑 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一句话 我不是特别愿意进入这个节目 我也知道他的种种的这种 我的有利因素和我的不利因素 不利因素就是说 我现在和很年轻的主持人同台 和很年轻的这些晚辈们 在一个台上这种欢歌笑语 万元兄就不就也是说 说他觉得这种节目呢 是什么俊男靓女去的 但是呢 赵老师也是俊男靓女 赵老师 对吧 这什么话呢 你要说想当年 咱们还可以说一说 因为你也没看见我想当年什么 我就说想当年什么叫得了 但是有一点啊 我这么说吧 我进入了这个武林大会的这个节目以后 我忽然间有一个顿悟 就好像禅宗似的 禅学不是讲究一种顿悟吗 他就是积累起很多很多东西 有时候你去去思考 有一个节你没有解开 忽然间进入以后 我顿悟了一点 我顿悟了一点什么呢 我就顿悟到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娱乐节目 我们现在基本定性给他定到娱乐节目 对好像不是为中老年人设置 没错 好像我们的那个娱乐节目就是低听 蹦逼 或者是卡拉OK 很多年轻人 在大家一块玩玩说说笑笑 好像老年人只能公园早晨起来晨练 六鸟 六鸟 中午呢 做做饭 晚上看看电视 然后没事的时候 坐在沙发上 确实没什么事 打个盹 发个呆 就像中央台有个老年节目 叫谁不说到夕阳红 夕阳红有那么一个节目 是 我忽然顿悟到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我进入了这个武林大会 因为毕竟不是我原来自己设计的 咱们主持人自己很难去 给自己去规定 我要去做一个什么节目 你很难碰到 这次呢 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呢 确实勉为其难的跨入 跨入了以后呢 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能不能以我为契机 大家考虑一下 像我们中老年人 进入目前很时尚的娱乐节目当中 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有一种定式的眼光来看 说就 这个里这门走错门了吧 哎 您怎么来了 走错门 不是 这个门也是应该我们中老年人 可以 可以漫游的 能不能有这种元素 很重要 话又说回来了 你们二位能不能理解我这意思 并不是说 我就要代表 理直气壮的代表中老年人 那又中老年人说了 谁选你了 对不对 而且在我们娱乐的舞台上 为什么就不能有中老年人的身影 不 这个里头不要制造这种 代沟之间的这样一种 好像掐架式的这种感觉 我是无意中理解到这一点 就是说 今后我们的娱乐节目 能不能考虑到 使我们的中老年人 也能够融入到这个里面来 同时呢 我们很多中老年人 有的时候 他不是很情人的看 就是少男少女的那些表演 当然他是孙子辈的 他们欢歌笑语也是应该的 但是总觉得跟他们是很隔膜的 不是很习惯的 忽然间你一档娱乐节目里头出现一老头 就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有点格格不入 尽管我是想去融入 甚至我去想去承载一个文化因素 掺材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但是我未必做得很好 因此我特别拜托你们二位 也思考这个问题 拜托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思考一下 就是说 我们的娱乐节目 能不能今后更多的考虑到 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大的群众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 一个现象跟趋势 刚才我们一直说 文涛你不是讲说 现在动不动就活到90多岁吗 60多岁是青壮年嘛 但是很奇怪的地方在哪 就全世界你去看 我们所有主流的媒体 报纸 杂志 电视 所有牵涉到娱乐 消费 时尚潮流的东西 都是年轻模特儿 都是年轻人为他的假设的对象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世界问题 就因为有时候会出现一个 很大的误会跟落差 比如说像欧美这些国家 它发展的已经很先进了 所以它现在出现一个情况 就很多中老年人的消费力 其实比年轻人要高 是啊 但是呢 它的时装呢 永远都是设计给年轻人穿的 那么中老年人穿什么呢 这也是个问题 周老师就穿着浑身闪亮的 阴光闪闪的礼服 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应该说 衣服 那个服装呢 因为我跟上海台合作 这次呢 他们真的应该说 他们倾尽其力 对我也很体贴 就是说我们对您进行一些包装 这个包装呢 就提供一套比较适合这个 氛围当中 穿的这衣服 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星期提供一套 我都不能是样子 也不能挑面料 几乎就等于 我已经到了后台了 拿出这衣服 你就几乎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了 是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呢 闪亮也好 游汪汪也好 但就是给你留下一个印象 就是这一套跟上一套不一样 我们不要求每一套都好 但是我要求每一套都不一样 能不能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 你说到这点 我觉得这个目的 他们台的那个领导都觉得 就想不到在21世纪 赵老师这一出现 如此的吸引人们的眼球 说收视率高升了 就这 他跟这个吴宗宪两个人的这个配合 但是您觉得这个这种搭档 现在的年代 有一个词叫做差异化合作 就是说按说过去 咱讲十三不靠的 但是偏偏并置在一个台上 是放在一起 这种效果 您当时自己的这个感觉 觉得适应吗 还是觉得挺舒服 还是特别别扭呢 我觉得挺舒服 怎么舒服呢 我觉得我有一个 其实我在十几年前 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悟性 我没有机会表述出来 很可能今后我会写成文章 或者做成一本书 把它表述出来 就是我跟杨岚在做政大综艺的时候 没错 我们俩就实际上是一老一少 一老太龙中 一青春年华 一个这个好像宝经沧桑 一个豆蔻年华 然后他凌压力尺 而且在台上真的是应该说是一种快步舞 我呢基本在那打太极拳 但是我们的这对组合会被誉为就回顾起来曾经被誉为黄金大等 所以他就不是一顺 过去实行一顺 就是你基本上得两个人年龄段呢 性格呀 这种文化差异都都差不多 或者金铜玉女型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和杨岚在政大综艺的同台 就创造了一个你说差异性的这样一个组合 差异性组合 我觉得也很好 真的也很好 我就跟杨岚说你快你的 我不能随着你快 我随你快 我得摔跟头了 我这么慢 你可别这个老牛慢车 你你随着我这 那这台节目没法看了 因此到您那 您该怎么着怎么着 到我这 我该怎么着怎么着 当然接口部分大家 然后然后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链接啊 所以呢这一次呢 他们说吴宗献 其实在这之前 我没看过献哥的节目 你还管他叫献哥 献哥 大伙子这么叫 献哥 不是他们叫献哥 室香云管贾宝玉叫宝哥哥 那是哥哥兄长 但是大官员里的这老嬷嬷们管贾宝玉叫宝哥 宝哥 您听懂了吗 宝哥 公子哥 不是公子哥哥 公子哥 我叫他献哥 献哥 他原来怎么样 我确实不知道 人家说他搞怪 搞笑 而且节奏很快 我说他快他的 那他我不一定非要 没有当我的 我也不要让他靠近我 总是台词有一部分该我说了吧 要不然都你说我站旁边 也行 我是抱着这种心态 所以就是说任何人跟我合作 我全部都包容 我不管是谁 所以有的人就说你这个职业的一生 职场一生 我可以谈职场一生 就是说什么 我从央视已经退休了 从我18岁入到央视这个门里来 然后我66岁离开央视 就是做行政上的这种退休手续 我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我可以说和各界各式各样的主持人 男主持人女主持人 老的少的高矮胖瘦 丑菌不一都合作 从新闻到娱乐到动物世界 老万金油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赵老师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赵老师 赵老师这一天可不能走 明天还得接着跟咱们聊 我发现您就现在 跟我 我多年前就跟赵老师打过交道 但是我觉得您跟那个时候 是有一个变化 好像是退休之后 是说是彻底的放开了 就是说话呀 这个特别逗论 而且这个我也想问一下 就我今天看您这个状态 跟你聊天这个状态 跟人家电视上 现在太不一样 我不知道这个变化 是台前幕后的差异 还是退休前后的差异 如果我跟你去梳理这个说法的话 应该说是台前幕后的差异有 你绝不要认为一个演艺人员 甚至就是一个播音员 他的职场的状态 就是他在生活当中的状态 他在厨房里也是这样 不过新闻也得说 拿赶明杖来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你总有你生活当中 听他说话不能像连播那样 你也有你的一个职 但是呢 你就喜剧演员 在家里也不可能一路 像侯宝林那时候 说的相声 你不能一块笑着 你说的小声嘛 一路上 你又怎么笑着回家 你给我汽车来走 肯定接另一个 人是多面的 对 他是一个多面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在职场的生涯当中 我确实是背负的很重 我不知道别人啊 我是央视的人 我很在乎央视 因为我18岁就到了这个 这个央视 这个央视这个台 进入他以后 我觉得我的一切都是央视给我的 所以我非常在乎他 我非常在乎就是说 我的一言一行 会不会给我的这个台带来 说你还怎么培养 就都培养出你们这样的人了呀 所以我基本上在公众场合的时候 我不可能不带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负重 或者是一种责任感 但是你人央视也没规定说你在外 他不能说笑啊 你必须还得绑着聊 那倒不是 但我自己确实觉得我的一言一行 符合不符合 我作为一个央视的工作人员 应该有的一种风范 这是一点 这是我说一个实话 真的 一个单位 或者说是一个学校 或者说是一个运动队 对自己的成员管理的严格 或者管理的 甚至严格的非常过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员的一种光荣 并不是这成员的一个损失 他一定会说 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管我多严 他会觉得很骄傲 我觉得央视馆里 我们主持人应该说 也还是很严格的 有所二文 他是不是一退休了 就彻底解放了 退休了以后呢 有点像孩子放学那感觉 但是我这放学放大半 放哪去了 就是几乎呢 现在我想我已经退休了 甚至我就不希望 我的言谈举止 你一定要跟央视联系 说 你是不是跟央视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包括我生活当中 发现了一些麻烦事 有的时候我 人就说 大家不嫌余 哇 不嫌余 就像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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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厌的